大家好 有没有海外观众想用炸枝竹做煲仔菜 但是又买不到呢? 今天就分享给大家 用油炸和空气炸锅 做两个方法给你们有得选择 这里有四枝枝竹 我用来做示范 其实我炸了一包 首先用清水浸浸 浸到可以剪开你就剪开 剪开你喜欢的长度 剪开再再浸 那就容易一点腌 这里要注意 我只是浸到三至四成的远属 不要完全浸淋 我要说得清楚一点 这个步骤做得不好 后面炸的时候就炸不到 好像现在影片那样 不能浸淋 浸到有三至四成的远属 你就要夹起它 没得的就继续浸 夹起了就用一块干的布 蘸一蘸底 索一索水 不可以随便 有些煮食的重点 适当是不行的 要注意我都不想浪费你们的食材 烧热一些油 用高温 筷子旁边有大量的泡泡 或者放一点腐竹下去 试一下油温 立刻爆得起就表示油温够热 现在我们就可以放腐竹下去炸 分量不可以放得太多 太多会黏在一起 我们在海外住浮仔 很难买得到炸脂竹 在买不到的情况之下 自己在家炸得到 都很想试一下 就是这样试一下 就用这个方法炸出来 不是大酒楼大师傅的做法 是傻司拉试下试下试出来的 家庭式做法 是不正宗的 两边转动 炸到直至金黄 如果发觉它有一些黏在一起 尽量养开它 养不开可以用剪刀剪开 如果你居住的地方买得到 买点来吃不用炸 我们没办法卖不到 差不多了 金黄色可以夹起 可以留意一下 炸出来的会起泡泡的 其余的做法都一样 要特别说一说 不是一会被人骂 我这么大煲油 不是炸几枝枝竹的 我是炸完一大包的 全部炸好之后 放入滚水里 不用急 一炸好就立刻放下去 一次炸好才放下去浸 盖上盖 盖上盖 用大火烤起 一烤起就可以关火 可以看看 有一些已经浸到远熟的 就可以夹起它 如果未够远熟的 就继续浸 嗯,今次都很好 全部都差不多远熟了 你炸起浸 每次都不同 自己要留意一下 今次真的几好 每条都远熟 拌干水分 放在一边就可以了 看看,不错吧 接着来说用空气炸锅如何做法 首先将气炸锅400度,预热15分钟 将刚刚浸好的枝竹放入气炸锅,然后噴一些油 放一只叉下去,叉住它,不要让它走 说笑而已,你用开气炸锅知道为什么 用高温400度,焗到直至金黄 要自己检查一下,金黄就可以了 现在差不多了,可以反转另外一边 再噴一些油 记得用叉扎住它 继续400度,焗到那边也是金黄 时间没什么限定的,三四分钟拿出来检查一下 好了,差不多了 空气炸锅,焗好就是这样 也挺脆的,但我不是要它脆,要它腆 也是煮一些滚水,倒下去浸 不用急,一次过焗好才浸都不迟 盖上盖太阳,然后盖上 Realm 盖上盖大火煮起 烹起后就可以关火了 都是一样,检查一下 够腍的就夹起,没够腍的就继续浸 两个方法我都有做过 我觉得炸的效果比较好 如果你真的不想用这么大煲油的 那你就选择用气炸锅咯 这条选了出来特别厚 是转弯位的部分 我浸多30分钟 你看看是不是很厚 现在来我们对比一下 用油炸和空气炸锅的分别 用油炸的炸起有泡泡浸完之后 是松软一点的 而用空气炸锅这一只 炸完之后比较干滑 而且没那么腍 那两个方法你自己选择吧 我这里有一包就已经炸好和浸好了 不要说我这么大煲油炸几枝枝竹啊 我一会还要炸多包给肥司拉 你看看多软熟 炸这么多吃不完那怎么样呢 进入胶袋不要重叠 放入冰箱保存 今天的分享到此为止 下次再见 好 谢谢观看